好 检查一下推背按钮是否灵活 推背按钮按下去以后 按下去以后是否能够正常弹起来 推背软位嘛 上面 你这些语言哦 嗯 机器拆分以后 请您首先检查一下 推背按钮是否灵活 是否能正常弹起 嗯 然后 然后再就不像机器 挂 挂上我们机器嘛 挂在机器上面有三个固定 三个固定的 螺杆 嗯 将金属压块抬起来 压住那个推背按钮 将这些顶一下 挂在上面了 是 挂上去了 挂上去了 检查一下推背按钮和 金属压块之间是不是有一道 一毫米的两毫米的封信 不要压得太紧 压得太紧的话 这个 线圈板块张开到时候 造成不疾病 再就是将 呃 机器与那个 看不好连接 即可 但是首先保人先不是 在这篇 就算是 谢谢大家